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首先一开始是通过剧本了解到这个项目 感觉这个项目非常的扎实 这个剧本非常扎实 然后直到见到导演以后 导演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以及导演给了我一个T的资料 让我去观察所有的纪录片 以及里面的电影的reference 让我知道说原来有这么庞大的 这样的一个诈骗的一个产业 我其实也有一些参考 就是因为那些一个T的硬盘里面 有很多很多故事 然后把那个状况你先copy过来 请给你对镜子可以拟演一下 就是说他没人的时候 其实这种电信诈骗 它其实无孔不入 其实每一个人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 不分职业 不分受教育程度的都有可能被骗 我希望是更多人能够提高这个反战意识 其实潘生在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一个一直在挨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当然很惨 但是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执拗 或者说他的固执 底层他的心里的那个棱角 来源于向阳而生的这个概念 比方说从一开始过去什么 搞诈骗 我不做 到后面就是没办法被打屈服了 然后再到第三个阶段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得志 到那边得到了老板的赏识 得到了自我实现 他在想要不就那是干 然后最后再回归到他跟上的东西 也就是那股对于正义的执着与倔强 还是想逃出去 直到最后那个尽头 一缕阳光照射入潘生的眼 潘生把眼睛打开 看着这个阳光 到他看到安娜安然无恙 他觉得太开心了 因为在他心里他就笑得跟花一样 在他心里正义远存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绝对会缺席 你说以前有我给自己打了个分 一说好戏打68分 因为这次打分打69分 就长进了一点点 如果你们没有让你们出戏 感觉有什么不适感的话 那可能就69分了 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特别 让我觉得满意的东西 我觉得都能更好 只是说在当下那个阶段 我已经经历了 当然我接受所有的批评 外界声音也是一种事实的反馈 需要的时候你要听一听到外面 就是对的声音 半路出家的这样的一个演员来说 当然有态度的不足 跟各位演员老师 都需要学习 我会带着这种心态 以及这个自己的不足够 不断的让自己去进修跟改善 我觉得完全不同的两个航道 我在尊重每一个航道 然后专注做这些事 比方说我在拍电影的时候 我就不会做别的事 我就认认真拍电影 如果我在做音乐的时候 我也会认真做音乐 其实电影 你是在创造角色 你是在体验生活 其实你的音乐的很多创作 也是来源于生活 只是你根本没有去生活而已 而电影它是一个给你一个渠道告诉你 因为你要演这个角色 你需要去了解这样的生活 给我提供了去生活的一种强有力的 行为之声 我觉得都是相辅相成的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全都是灵感 我觉得每一个 每一个人都会在 就在一段时间内会去想 试图去挣脱一些东西 这个这个挣脱可能是一种什么 私标签也好什么也好 那其实与我而言我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 大家跟市场给到我的 其实我都愿意吸纳 只是说 那我希望你能通过这个东西能够看到 更多不一样的 它可能是我的一个标签 但在这个标签的后面 这个活生生的人 这个多样化的人 多角度的人 也希望他还能够看到 他不仅仅只有那一个标签 对可以这么说 我就是这样 我的错误 我的正确 我的选择 我的所有的一切都 汇聚成了这个我 我更加希望拍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 写出来 大众能够喜欢听着喜爱的音乐 希望更多的未来接下来的日子跟道路 更多的focus在自己身上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叫做无远复界 也非常喜欢一句话叫做 道足且长 行则将之 行而不错 未来可期 我觉得保留在我自己心里吧 我们一步步看 一步步走